嗨 大家好 我是传递角飞哥 最近又有点饭馋了 我就突然想起了 有一个好久没吃的兔头 这就是我刚刚买到的兔头 四袋 两种口味 这两个是微辣咸 麻辣咸 这两个是五香的 看看到底什么样 都是单个儿包装的 来看一眼 这两个是麻辣的 上面能看见辣椒还是挺多的 不知道有多辣 有牙 眼睛 油也是不少 这两个是五香的 我们在气味上先闻一闻 看它香不就行了 有一股很大的油味 倒是没闻出来多香 这是闻得很油 闻闻五香的 五香这个的兔头感觉很大 这个儿辣 说实话不太好闻 这五香的还没有那麻辣的好闻 我们先尝尝麻辣的 这个吃这兔头啊 分为三步 第一步 兔头头的这个嘴 我们这嘴 把它掰开 它这个嘴的下半部分可以再掰一下 然后肉就都出来了 第二步呢 吃舌头 看 舌头 这兔子的舌头还是很大的啊 第三步呢 其实就是把他的脑子 吃兔子的脑子 把它一掰 大家看一下 这兔子脑子 跟那个鸡头里的鸡脑子差不多 但是应该好像比那大 下一步就是 其实就是吃眼睛 把这兔子的眼睛 两个眼睛都吃掉 其实这一个兔头就比较干净了 我们先来尝尝这个舌头啊 怪怪的 这个兔头的味道 算不上好吃 感觉就是不太香 因为我点的是微辣嘛 所以它不太辣 这种油味 奇怪的油味 味道还是挺重的 我印象中最深的 我第一次吃兔头 在山东吃兔头 它是先做好的 一下吃了十个 真是让你欲罢不能了 太香了 但是这个兔头的味道 就差了一些 如果我在山东吃的兔头 能打一百分的话 这个我觉得 六十分 即可分吧 不太好吃 我们尝尝五香的 看看五香的会不会有点惊喜 一样啊 把兔子嘴 掰开 然后把掰开的下半部分 披成两半 肉很多 这种真空包张过来的兔头 感觉吃的味道 跟我以前吃到的 就好似不是一个东西 相比较来说 这个麻辣的 还是比那五香的强一样 我们尝尝这个兔子的眼睛 越吃越一般 不好吃 这味道越吃越难吃 不行 干这么吃 下不去 咱们拿点酒配一下 看看能不能吃下去 我今天咬咬牙 正式把这吃掉了 吃不下去 吃不下去 实在是不好吃 这实在是不好吃 这一点都没有想象中的味道 小黑哥提醒大家 如果想吃麻辣兔头 我建议还是别买这种装包装的 大家应该也能看见 它上面油特别多 还滴的油 看见了吗 这种油味特别的难闻 这期就这样吧 那我们就不吃了 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下次我们找一个更好吃的 一定给大家推荐一个更好吃的 喜欢小黑哥视频的朋友们 请帮助我评论 点赞 转发 关注我 太难吃 不吃了